今天,爸爸去哪儿官方微博终于宣布,听到与今日8月16日中午开始,每周四芒果TV与爱奇艺联合播出,爸爸去哪儿要的播出可谓是经历了千辛万苦,光是演出嘉宾欢过好几次,最开始宣传的时候,为了薄薄热度,还拉上了周杰伦、汪里红的芒娃家庭。 由于王力宏与周杰伦并没有意愿上此节目,也没有曝光过孩子,所以这只是一个拉热度的乌龙,但是最新一期的阵容十分强大。 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,陈小春已改往日三级的脾气,如今化身来吧,带着孩子参加爸爸去哪儿,而且妈妈英采儿还作为嘉宾可串节目,正让最新一季的节目吹上了高潮。 鲍贝尔父女,近几年人气很高,鲍贝尔之前参加跑男专做了人气,而且转型还当了导演,可见才气十足。 杨硕父子参加节目,杨硕在《欢乐送》中精彩表现戏本无数,乱男形象吸引无数小迷迈。 等了1994年,主演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一夜暴红,最近几年没有推出什么作品,很期待她的爸爸去哪儿的精彩表演。 之前节目组选择让范诚诚作为实习奶爸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,但是因为姐姐的舆论而临时取消,最后决定任父二代奶爸和邮军参演。 可见看点十足,但是演出时间很是尴尬,每周四中午,有一些人选择午休,有些人却在上班,所以希望节目组可以再考虑一下。 各位看官老爷有何意见建议,请积极在留言区留言。